一个二级规模的加油站可以储存16至100吨的油量 而一个数万吨的大船 一天的耗油量就将近百吨 持油巨瘦名不虚传 以我国自主建造的矿沙船为例 2019年3月29日 由杨子江船业集团建造的第六艘第二代 40万吨超大型矿沙船 矿石宁波伦 在泰仓海工基地码头命名交付 该船总长362米 行宽65米 行深30.4米 结构吃水23米 航速14.5节 续航2.55万海里 理想状态下 16.7个小时即可完成40万吨矿沙的装货量 这些数据的完成都需要有动力设备来支撑 一艘轮船上消耗燃油的地方有很多 但最大消耗燃油的地方还是主机 矿沙船宁波号采用的主机 是由大连DMD制造的7G80ME C9.5主机 该主机额定功率为32,970千瓦 燃油消耗率约为105克每千瓦时 那么该船每天的油耗就是主机的额定功率乘以燃油消耗率 最后再乘以24小时 大概在80吨左右 以燃油价格5000元每吨来算 这样一艘巨轮 一天光油钱就需要花费40万元的人民币 那么面对这样大的油量需求 大船是如何加油的呢 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大船停靠在码头 确定好燃油的标号以及加油的数量后 还雇佣了一个轮船与油商都认可的第三方检验机构 在机构公证人员的见证下进行燃油交易 这样做的目的是 减少加油过程中因数量不够 或者价格不合理而产生的增值 像这样的大船加一次油 得需要10个小时左右 在加油的过程中 还需对油品进行一个取样 供取出7瓶油样 加油双方各留存3瓶 剩下的1瓶寄给油品检测中心进行化验 一周之内出具该油品的检验报告 报告数据合格后 就可以安全使用了 那么还有人会问 大船一次航行上万海里 在航行的过程中会不会没油了呢 一般情况下 虽说轮船不会每次都把油舱加满 但也会在航行之前 根据航线的实际情况 加满轮船所需的油量 并且准备好备用燃油 可是万事无绝对 如果轮船在海上真的没油了怎么办呢 一种方法是轮船没油后进行锚搏 然后等待海上搏油船来补给燃油 但这个前提是轮船不能离海岸太远 还有一种方法是在轮船快没油的时候 提前靠岗加油 在不能进行燃油补给的情况下 没油的轮船则是依靠远洋托轮将其拉回去 如今燃油仍然是轮船运行的主要动力 但随之而来的海上漏油事件也时有发生 2020年7月25日 于2007年建造的巴拿马级20万吨散货船 弱潮号 在毛里求斯东南部海域触礁搁浅 造成至少1000吨燃油泄漏 给海洋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如何更好地使用燃油 如何减少燃油带来的危害 成为了人类面临的下一个问题